当初啊,咱们念这个开场定场诗的时候,就有朋友不喜欢,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原因主要在我,因为啊,咱们不是从小啊,这说评书做科出身,没练过功,这嘴里没劲儿,所以说念出定场诗了也不好听 那么说呢,当初咱们为什么选择要念了一段时间呢? 敢瞧了,有个老先生啊,给了我一本定场诗,我仔细数了数啊,上边差不多啊,有三五百首,不过重复的很多 还有一些呢,安徽湖北地方戏剧所引用的这开场诗,不用人家那个胡广音念出来,他不成格履,所以我也放弃了 就挑了那么几十手吧,给大伙念了两三个月,后来没有可念的了,就不念了 您瞧啊,还有好朋友给我留言说呀,不应该彻底放弃,那就这么着,今儿啊,我再给您念一个 哎,您别瞧啊,这说书的他能耐不行,就一点好书,他随和,念呢,还就念一拿手的,我打小就喜欢的一首词 咳咳,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逃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桥江竹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灼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是兜夫 笑谈中 哎,您听了吗,这里边啊,不但有导音,还有错字,可是没办法 从小就这么念,您让我按正确的来一回啊,我该打磕本了,得嘞这闲话就不少,咱们书归正传,您要是再喜欢听定长诗啊,咱们时不时的呢,就给您来一首 有好朋友说了,这钱文书啊,有点标题党了,也没见这乾隆皇帝这会儿把谁杀了,把谁割了啊 哎,您往后听,还是那句话啊,我这人说书啊,他憋不住劲 哎,通常的底啊,都是我自个儿谢的,这阿尔登阿最后啊,还真就被这乾隆皇帝给活割了 那只是为了说他打了败仗吗,哎,不一定 这里边其中的细节,您还得接着,往后听 乾隆三十三年的正月初二,这乾隆皇帝在北京城写下了旨意 封赏了前线的有功之臣,可是啊,还没到一个月的头上呢 也就是啊,乾隆三十三年的正月二十六,这一大早上起来 这乾隆在养心殿刚刚坐定,节节忙忙的 这傅衡啊,领着兵部和军机处的几位大臣 就跑到养心殿啊,来见价了,后边啊,还跟着一个 这个军机处的笔贴士,手里捧了一个锦盒 这乾隆皇帝一看呢,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前线有事了 因为这个秘侠他就认识,这是这个明锐啊 独有沉奏秘哲的匣子,这乾隆皇帝挥了挥手啊 没让这群大臣给他施礼,那意思是说 赶紧把这个秘哲给我拿上来 打开这个秘哲一看呢,这乾隆皇帝脸色可就阴沉下来了 这明锐啊,孤军深入,过了天生桥以后啊 礼物粮草外无援兵,已经到了呀 根本就不能打到缅甸首都阿瓦城的地步 这奏折上写呀,一惊一翘险,马发草,牛搏图 贼烧击住空村落,无粮可掠 行军上千里水土不服,并亡日夺,人匹马发 这大军无粮,困在猛密 乾隆皇帝想这不行得赶紧救援呢 他想啊,这会儿这北陆军的谭武阁呀 驻守汉塔,距离这猛密呀,道势不远 于是这皇上令金鸡处拟址,八百里勤集发至前线 令谭武阁派巴吐鲁侍卫数员,令勇锐兵丁数百 尖道王猛密一带迅速接应 这道消息发出的不久啊,更气人的消息就来了 谁来奏折了,云南巡抚恶宁 这恶宁说呀,木帮丢了 驻守木帮随军参赞大臣朱鲁纳自尽 五千绿营兵啊,是死的死,逃的逃 大理之府郭鹏充隔职同志陈元镇潜逃 杨阳锯的儿子杨重英下落不明 书中代言,咱们上文书交代过,是被人抓了俘虏 这陈元镇和这个郭鹏充啊,这两个人呢 已经逃回了云南,这会儿啊,已经被陈我控制住了 听从陛下发落 这乾隆皇帝大怒啊,这还发落个屁啊,也不用往北京啊,给我压解 这两个人呢,就在你云南,在你云南的首府昆明 找个最热闹的地方,把这两个人呢,凌迟处死 乾隆皇帝一看呢,这仗啊,算是打糊涂了 于是啊,赶紧由命兵部以及军机处联合下狱,往云南调兵 乾隆三十三年争恶底,乾隆皇帝亲自下狱,也马一万匹附跌 调京城住房八旗六千,索伦兵一千备用 这没过几天啊,这坏消息又来了 这回上奏折的是谁啊,还是鄂宁 这鄂宁啊,向乾隆皇帝奏报啊 北陆军太不像话了 主帅俄勒登俄,副帅谭武阁 不遵巡抚调遣,抗命不原 巡抚恶宁啊,给他们发了七道巡抚欲 让他们去救援木棒 这两个人呢,不但没去 而且也把兵偷偷的带回了云南 在边境上的吐司寨子里啊 这九千兵啊,抱胳膊跟躲了 这乾隆皇帝一心思啊 你别看说书的上级啊,没说清楚 什么时候管你们俩 今儿啊,我得把这事做实了 乾隆皇帝降狱,俄尔登俄 即谭武阁革职,立即拿经治罪 看样子啊,前线的事啊 是一会儿都耽误不得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会儿的明锐啊 是完全没有消息 这乾隆皇帝也没有别的主意啊 于是啊,把这个傅恒为首的军机大臣呢 又宣到了养心殿 共同商议如何增兵 这傅恒说呀 皇上我倒是早寻思过 现在呀,只有一人往前线派呀 我还放心 此人可谓是老成持众啊 乾隆说那是谁呀 父皇说这人呢 就是协办大学士公阿里滚 那其实把这阿里滚派到前线 乾隆皇帝放不放心呢 乾隆皇帝肯定放心 这阿里滚呢 不愧老成持众这个词来形容他 可是啊 岁数削微的有点大了 他是想啊 赶紧的从这个新疆 把阿贵召回来 往云南派 可是啊 这明锐呀 也是刚从伊犁将军任上 被调往的云南前线 新疆这块土地呀 也是刚收复不久 算起来呀 还不足十年 人心尚未全部王化 这缠回呀时不时的 还有这个作乱的迹象 把这能人的都从新疆调出来 这乾隆皇帝心里也不做主啊 所以呀 也只有在辛苦辛苦 这位老臣阿里滚了 于是啊 他把这位协办大学士公阿里滚 受为参赞大臣 调吉林兵一千名 福建水师三千名备用 又调这个荆州驻兵八旗两千五百名 成都驻兵八旗一千五百名 迅速开往永昌 是支援滇缅战场 并且传与云南巡抚恶宁 不惜一切代下联系上明锐 让他速速整兵冲出 这皇上的这次意思很明确 赶紧让明锐回来吧 千万别有什么闪失 您看乾隆皇帝这通操作了吗 听着呀 动静可是不小 实际上啊 咱们白出手 支斗来都能算算 调兵并不多 清军调兵的详细数字 我们现在呀 有详细的资料可查 可是缅甸一方呢 我们只能知道大概 即便是大概 我们也能知道 这缅甸的兵力呀 是远胜于大清朝 当然了 我指的是前线 明锐带兵啊 进攻缅甸 说是有三万人 不过呀 您可记住了 有一千贵州兵留在了普尔镇首 五千绿营兵留在了木邦老城 为的就是两路接应 这前线各官城 哪官的守官将士也不能下了五百 所以说呢 真正啊 到这个前线 一南一北两路清军的加到一起 也就是两万人多一点 明锐这一路啊 一万二 北路军 俄勒登俄那一路啊 九千 缅甸这边 虽然咱们不知道具体数字 不过回来的战报咱们看到了 哪一次正面迎敌呀 前方的敌人呢 都是几万 西伯一战呢 缅军几万人 振展数千呢 剩下的跑了 这后来追击明锐的 还认寻人 算算的怎么着 也有一万多不到两万 可是明锐认为 这就是缅军主力 他可就没算到 这缅军主力远远不止于此 绕过道来 又吃掉了木帮 你想去吧 一下子就能吃掉 这木帮老城五千鹿营兵的 没有三万缅兵也下不来 那有人说这缅甸兵 怎么这么多呢 哎 书中代言 这会儿的缅甸呀 已经成功的攻下了先锣 这打先锣的主力军呢 回来了 并且绕路突击了清军的后方 这样形势可就凶险了 对这个明锐啊 成了何为之事 明锐带领了这支部队 虽然放弃了突袭 缅甸首都阿瓦 决定跑到满化去抢粮食 哎 还真不错 这满化真有粮食 在那儿啊 清军广获得这个白米啊 就是两万弹 明锐的大军在满化修整了五天 这明锐可就发现问题了 这地儿啊常呆不得 为什么呀 这承扎山下呀 是一攻难守 就如同这清军轻易的就打下了蛮话一样 这缅军若来攻啊 也是不费劲 这地儿啊守不住 虽然这会儿啊 仍然是没有北陆军的消息 看样子 这北陆军呢 可能是没进兵 要不接呀 就是遭到了缅军的迎头统计 这明锐也只能纷纷作罢 传与三军呢 咱们呀撤兵吧 这一撤兵不要紧呢 一等成家中永公明锐 小猛欲兵败 才落得一个上吊 殉国 小猛欲兵败